看到软流蒸上了薛伟林的轿车,程周宇跟丁一元一起下班出去了,宁志迁感觉都去约会了,只剩他,那就索性加班吧。 这就是神外权威的宁志迁,将心思多放在了工作上,使得他花在婚姻上的就少了,对于日常那些琐碎事物,也是能省就省。 大学时代的宁志迁是个学霸,北亚医院里的宁志迁像是一台精准的神经外科手术机器。 为了复婚,宁志迁愿意花几万元钱去请策划公司布置浪漫,如果心中没有软流蒸,宁志迁会去弄个套餐,这就是他的真心表现了。 软流蒸对于薛伟林的追求,则是不拒绝,不接受,多次以此来引起宁志迁的关注和醋意。 这是有意拿薛律作为工具人,来刺激或者考验前夫吗? 这种矛盾推动方式,把人都整凌乱了,难怪宁志迁终于说出了还是不要复婚的话语。 分手后,软流蒸把对宁志迁的未聊感情归结为未完成情节。 薛伟林理解为,一开始想买件衣服,总是买不到,等到终于穿在身上,却发现这衣服根本不适合自己。 软家与薛家本来就是世交,父辈这次相聚,才知道薛伟林比软流蒸小了一岁,两人小时候就在一起玩过。 难怪了,薛伟林和软流蒸在律所的第一次相见,两人看对方的神情,都眼里有光。 双方父母都说,挺般配的,看来父母这一关,直接救过了,接下来,就看薛伟林和软流蒸的了。 也就是说,宁志迁与软流蒸那闪昏闪离的曾经,对于宁志迁想追回前妻来说,已经不具备优势了。 程周宇在这方面,成为宁志迁的难兄难弟,他一直担心丁一元跟他在一起是退而求其次,好不容易说服了自己,却遭到女方家长反对了。 北亚医院的丁副院长上线,在他眼里,程周宇就没有一点聪明的地方,竟然举报过他,于是责怪女儿挑来挑去,怎么就挑出了这么一个主。 丁一元威武,打算次日揍程周宇一顿,以此来了却父亲的耿耿于怀,但是谈婚论嫁,他就认定程周宇了。 宁志迁和软流蒸以师生关系认真搞事业,使得老市长在北亚医院手术成功。 丁一元看到了软流蒸勇敢刚强的一面,他并不是需要人保护的弱女子,于是两人近视前嫌,成为事业批的好朋友。 听说你喜欢我,第27至28集剧情预告,就是围绕丁一元和软流蒸展开的,主要有以下四大看点。 软流蒸喊宁志迁过去,一起拍张照。 看到妈妈递给爸爸一个大气球,宁响就与身边的薛伟林叔叔玩得不亦乐乎。 软流蒸问宁响,跟妈妈拍张照好不好? 宁响很爽快地答应了,被抱到妈妈身边,他说爸爸,给我们三个人拍张照。 听到这话,本来站在旁边的薛伟林反应很快,直接站在了宁响和软流蒸身边,笑着跟宁志迁说,给他们三个拍照吧。 难道这是宁响小朋友在多次助攻无效之后的破罐子破摔? 否则,就有点坑爹了呀。 宁志迁尴尬片刻后,有了主意,让他们看镜头,笑一笑,开心一点。 薛伟林摆出一个造型,很配合。 宁志迁嘴上说着薛绿真帅,手上却将他从刚才那张手机图片中给插了出去,使得这张合影只留有软流蒸和宁响。 为了让薛伟林无话可说,宁志迁将他的造型单独剪切在另一张图片中,然后自我评价,完美。 毕竟在帮忙带孩子上,薛伟林付出了。 宁响都担心,下次薛叔叔不带他出去玩,可见薛伟林与宁响相处得不错。 将宁响送回到亲妈娟子那边,软流蒸就是劳烦薛伟林去送的。 一位住院患者情绪失控的手持剪刀挟持了丁一元,呵斥附近的人都往后退。 保安人员与这位患者在僵持,让他别动,把凶器放下。 听到动静和尖叫声,程周雨,薛伟林和软流蒸都跑了过去。 程周雨惊讶了,大声喊了一句,问丁一元,没事吧。 这位患者怒吼,再有人往前,他就怒死他。 往后退,别过来,患者边呼喊边将一台小推车踢了出去。 软流蒸说,先冷静一下,他患有脑瘤,脑瘤破裂了会引起脑出血,非常危险,他先将剪刀放下好吧。 患者让别废话了,都往后退,给他让出一条道来。 这时增援的保安赶到,在失控患者稍微分神的一刹那,程周雨喊着丁一元的名字,朝持刀者扑了过去。 软流蒸也冲上去巧夺那把剪刀,失控患者一脚将程周雨踢倒在地,与软流蒸撕扯起来。 眼看软流蒸要受伤,薛伟林扑了上去,同时用胳膊将软流蒸推到安全区域。 在薛伟林和那位患者扭打的时候,北亚医院的几名保安冲上去,将这位患者暗倒在地,控制起来。 被推到病床边的软流蒸,看到薛伟林伸手捂着肚子,知道他受伤了,赶忙跑过去看看伤势如何。 穿着病号服,躺在病床上的薛伟林,口中咀嚼着宁志千未时他的一块苹果,说您医生,要不然让刘征过来照顾他吧。 您医生这样照顾他,太辛苦了,他实在有些愚心不忍。 宁志千拿起一块苹果,放在薛伟林嘴巴旁边,让他快点吃,别磨蹭。 薛伟林怀疑,宁志千这是公报私仇,不愿再吃水果了,赶快让刘征过来吧。 宁志千用水果刀给自己扎了一块苹果吃,还让薛伟林听好了,软刘征是医生,不是护工。 薛伟林转头微笑着问,吃醋了吧? 他现在与宁医生是公平竞争,他就喜欢宁志千搞不定,又拿他没办法的样子。 看着薛伟林那满脸得意的样子,宁志千已经自动,不言语,只吃苹果。 薛伟林指出,他俩现在在同一起跑线上。 宁医生要去追刘征的话,那就看看他俩谁先到达终点,宁医生要是不追呢,就请让让道。 宁志千嘴里吃着苹果,说薛律这身体恢复得挺快的,估计再过几天就出院了。 薛伟林不否认,说自己是要出院,但宁医生别忘记,刘征的戒掉期快满了,不也得离开北亚医院吗? 这最后一句,倒是提醒宁志千了,使得他吃苹果都没胃口了,多少有点心烦意乱起来。 宁志千和萧二哥一起去健身,两人各自拉伸着气线。 宁志千说,薛伟林这个人做事不怎么光明磊落,总是喜欢使一些阴招。 萧二哥说这是有可能的,毕竟他们的工作比较善用权谋。 听到宁志千希望薛伟林别把这些东西用在软刘征身上,萧二哥表示,虽然他跟志千是发小,但是这次他必须为小薛说两句。 换作之前,他会觉得薛伟林这就是老司机接客,但这一次啊,就真的是患难见真情了。 宁志千听得不耐烦了,愤恨地问,薛伟林凭什么呀? 萧二哥指出,就凭薛伟林舍命救软刘征了。 想起这事,宁志千就有历史不上,只得说句,算了。 是啊,感情债难还,谁让薛伟林救过软刘征的命呢? 萧二哥讲,之前就跟宁志千说过,眼看就要复婚了,不做死就不会死。 宁志千如果再争取一下呢,也许会没问题。 毕竟人家还没领证,宁志千也不算小三。 看到宁志千满脸不服气,萧二哥让别瞅他,他只是说实话而已。 宁志千朝二哥大腿上打了一巴掌,说他才是小三呢。 二哥只想问志千一件事,到底想不想追回刘征。 听到宁志千毫不犹豫说出响字,二哥都诧异了,有点意外,都认识宁志千大半辈子了,从没见他这么痛快过。 宁志千一边练习器械托举,一边说软刘征本来就是他老婆。 问题的关键是,怎么追? 二哥简直就是宁志千的嘴涕了,之前就说过宁志千欠软刘征一个初恋。 宁志千讲话嘴不甜,搭配上二哥这样一个很会来世的,可谓最佳拍档了。 有个疑问,事业狗往往不会由于另一方对情感的需求而彻底改变自身,就算改变一些,也达不到软刘征现在想要的。 退一步讲,如果宁志千不再是事业狗,那现实中的他还会有女人缘吗? 有观众建议,软刘征有必要把那两本菜谱扔掉,换新的。 有观众建议,软刘征有必要把那两本菜谱扔掉,换新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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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菜谱扔掉。